今天就是除夕 为了晚上的年夜饭 不少民众一大早直冲南门市场 知名的熟食摊大牌长龙 像是东坡肉 鲸鱼还有冰糖胀鸭 几乎是人手一代 高品店的业者应景推出了兔子豆沙包 可爱造型也受到了欢迎 店家只说这个买气比去年成长了两成左右 但是采买民众普遍认为物价涨蛮多的 满满人潮挤爆柜台 南门市场知名熟食摊 南店家已经加派了四五十名 人手还是忙不过来 熟悉一大早民众就怕晚来买不到 人潮甚至排到市场外 有感觉已经排到这里来了 因为婆婆年纪大 所以我们就买一些方便的菜回去 几乎每年都会来买 不是没有预算 没有香榭 招牌菜东坡肉 鲸鱼 冰糖 酱鸭 还有年夜饭必备的 佛跳墙 冰糖 糯米藕等等都很热卖 隔壁高饼店兔子造型的包子也很热销 今年行大运 可爱小兔兔 粉色白色小兔子里头包入甜甜豆沙线 外表淘袭又硬紧 这样子圆圆胖胖圆圆满满的 家里拜拜啦 或是需要送人的都会有 镜头转到东门市场门口这摊 港市点心店 萝卜糕 烧买 芝麻包 还有限量熟食也是抢翻天 还有吗 不过什么都找民众采买年菜 实在很有感 又店家努力吸收成本 希望留住老顾客 变好贵 贵至少也有三四成以上 东西有变贵吗 有 绝对有的 对 不能试试啦 能源管制啦整种 那今年都这些都没有这种现象 应该两成应该有吧 前年才涨20块一斤 再来我就没有再涨了 今年买机还可以 还不错 甘在年夜饭之前 最后不获备料 就算物价上涨 卖气比往年更旺 记者黄明 黄真博 台博道